正在热播的网剧《燕谷自上线以来》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而该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令人好奇的是《燕谷小说》结局是什么呢? 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据了解 网剧《燕谷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 故事讲述着大楚太子楚飞净书自幼习德画皮绝技 用一张美人皮从赵如氏手里换回一条人命 谁料这被净书搭救的人 正是江湖传说中被主人用特别手段豢养而成的死士 他活下来的唯一目的是要杀死大楚太子楚子妇 从而引起的一系列爱恨情仇的凄美虐恋的故事 就演员阵容看来 燕谷延续了《射雕启用90后新生代演员》的作风 主演《同梦时》 王赫润 刘朝 江瑞嘉 Zero G蒙恩 Zero G组怀都是青一色的高颜值清晰面孔 与射雕一样 燕谷也是一部知名的大IP 改编自人气网络作家孟严 殿下同名小说 这部作品中包含了悬疑 虐恋 武侠等众多元素 除了考验导演的功力外 对演员也提出了不低的要求 王赫润饰演的竞书 是一位医术高超的画皮师 凭借一身绝技 为人一容换脸 造就了一张张 郁郁伴遮面的盛世美人 却遭到世人抨击为妖术 为世人所不解 王赫润在燕谷里首次挑战古装形象 在此前公布的画皮版预告中 王赫润一袭白衣清新飘逸 青春灵动的感觉 让网友纷纷表示 小姐姐真的太美了 好想马上能看到小姐姐的新作品 儿童梦时饰演的略营 也是满屏动作戏 还出现被下语镜头 各种玄机引人入胜 反转不断高潮叠起的剧情 令观众大呼期待 燕谷小说结局 就是那个云邪死在了燕谷面前 然后燕谷跟师父成亲生了一个儿子 名字怀念云邪的 不过电视剧改编的 应该是跟小说不太一样了 在原著小说中 苗女婉婉远嫁到大厨 却在来了后 决定换脸逃亲走人 Force给她换了脸 让她回皇宫一年 回了皇宫 认识了小皇帝 除子父 与一直被软禁的小皇帝 同命相连 互相支持取暖 见生爱慕 除子父推翻师父大人的统治不成 然后报此教唆 除子父引火自焚 说她死后 自然会有百官为她鸣不平 小皇帝把她新婚的所有女人 都拉在一起 独独赶走了晚晚 但晚晚最后关头 还是回到了皇宫 和小皇帝一起死了 也就是说除子父最后死了 不过看网剧 燕谷的剧情改编 结局应该改动比较大 目测女主竞书最后 会和略影在一起